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多的人要求佛教徒 希望佛教徒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佛教徒 你信了佛教了 你怎么还管这些事 你信了佛教了 你信佛的人了 你去阿弥陀佛去吧 你还在这里跟我们啰嗦什么 你去念阿弥陀佛了 你去修了 你修成这样 你咋还没修成功 六根不经 你怎么还管我们这些事 这都是偏差的观念 佛教徒自己弄不清楚佛教徒不应该对世界的事情也关心 另外一个呢 世间的许多的人要希望佛教徒就是说 变成了一个消极的陶贝现实的那个形象 就给人家这个样子 做坏了事的人 这个人不好的人 你赶快去修成去吧 做坏人 做不好事的人 叫他去修成去 没有事情做的人 你去修成去 都是啊 就是说把佛教里边的那个环境啊 当成一个呢 一个是坏人的收拥所 一个就是垃圾箱 垃圾堆 社会上 世界上没有用的东西 没有用的人 坏的东西的人呢 就把它丢到佛教里边去 这个对佛教来讲是一打五入 对释迦牟尼佛来讲啊 真是对不起释迦牟尼佛 如果佛教徒直接存了这种态度 这不是佛教徒 如果说非佛教徒或者是一般的人呢 希望佛教徒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是对佛教是侮弱啊 而且呢 也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人类的大损失 释迦牟尼佛的教理和他的观念 和他的方法 是积极的弱势就是化势的 积极的关怀我们人间的种种的苦难的 人间的苦难里头就有许多许多的灾难啊 灾难里头有火灾 冰灾 冰灾是什么 就是战争啊 水灾 虫灾 种种的荒汉 这些通通是灾难啊 还有人间有生啊 老啊 病啊 死啊 这都是啊 释迦牟尼佛都是我们佛教徒 都是非常关心的事 另外还有人间许多许多的种种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伦理的问题 就是家庭 家族以及社会的种种的问题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就是希望我们人来用它 帮助自己 调整自己的心态 观念 然后帮助我们的社会进化 再次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用佛法的功能和它的目的 如果佛法就是啊 让那一些坏人啊 已经坏了 然后呢 把它送到佛教里去吧 要它去 从此以后啊 离开我们这个社会 让它去啊 各开了 各离我们的社会 让它去自生自弥 反正是坏人 已经呢 对社会不要更坏就好了 送到佛教里去吧 叫它好好地忏悔一辈子 就从此以后呢 就等于它死了一样 这个是糟糕的 我们的佛教徒是要画 恶人变成善人 把坏事变成好事 画辅修为神奇 这个叫做画事救事的功能呢 还有没有用 或者是呢 老了 没有事做了 到庙里去 到山里去 修行去 这对吗 我们 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时候 年纪很轻 他只有啊 十九岁 还有 我出家的时候只有十三岁 在佛教的历史上啊 老了没有用的才出家的人 没有几个人 这些大师纪的菩萨 高僧 都是啊 少年 青年的时候出家的 中年出家的人呢 一定是非常啊 优秀的人 才能够出家以后对佛教有贡献呢 像洪一大师 他就是个中年人出家 他是在社会上是非常啊 成功了的一位艺术家 因此呢 出家以后成为大师 而出家以后是不是不管世间呢 管 他帮忙许多的人解决许多的困难 他不断地在东到西 从南到北 处处去感化人 来啊 救济人 那我们今天台湾的佛教 已经呢 脱离了所谓不管 不管国家 不管民间 不管社会 不管家庭 究竟错误 我们现在的关怀呢 从啊 一个家庭啊 男女青年还没有结婚开始 我们就要照顾他 然后他们结婚 然后他们照顾他们 如何的叫他们照顾小孩 生孩子 生的小孩如何照顾 然后如何照顾家庭 然后如何叫他们读书 然后如何叫他们呢 就医 这是我们佛教正在做的事 我们这几年来 大概十来年来啊 台湾的佛教 就是恢复到 释迦牟尼佛时候的那一种精神 那就是说 我们关怀我们的国家的 不但说我们不陶贝 而且我们积极地参与 说不同的呢 一般的人呢 为个人的智力 为自己的名 为自己的利 为自己的权 而追求 争取 我们佛教徒不是 我们佛教徒是奉献 关怀 参与 驱助 而不为自己啊 来争取什么东西 我们佛教徒不会啊 这个抢人家的东西 拿人家的东西 抢地位 抢钱 我们都不会 我们只是在奉献 奉献 这个是佛教的本事 不要说 不要冤枉 佛教徒啊 是那么消极 如果那样子的话 真是 生我们社会啊 生我们的国家的损失 佛弥陀佛